物業投資世界裏面,有一群人很喜歡成群結隊,將資金聚在一起,成為龐大的資金池,投資本地各類型物業,形成半機構性質的炒樓玩家。 這些玩家派系的購買力,比起我們一般普羅百姓強大得多。 當中,尤其會有一兩個在網絡世界有著頗大影響力的炒樓告,以這些告為中心的炒樓之金池,形成上下由緊密相連的磚頭暴力生態圈。 這篇文章,我來為各位讀者抽絲剝繭,否釋這個生態圈的運作。 所謂磚頭生態圈,第一層次是教學。 炒樓告,通常會以物業投資導師的身份,在網絡世界吸納學生信徒。 他們明白到,只有說服更多學生願意投資在他們的資金池,才能壯大購買力,投資購買門檻更高,順利更豐厚的物業單位。 隨著資金池越來越大,有時總資產,可能是以億計。 以這些炒樓告為中心的炒樓兵團可以投資更多不同類型的物業,可以是福式天池屋,單堂式別墅,甚至是新界土地。 處理物業期間,會衍生各類型與物業相關業務的剛性需求。 這就是我想說的磚頭生態圈的第二層次。 相關業務包括室內裝修、水電工程、物業管理等。 肥水不留別人田,既然有著物業剛性需求。 那麼就可以與自己人,一起各自發展這些子業務,從而擴大經濟生態圈。 真真正正地做內循環,這與多年前內地樓市如日方中時。 內房巨企紛紛建立物館、建材等子企業的做法如出一切,只不過規模有別而矣。 可視,這些炒樓兵團,專投生態圈成功的前設,是需要樓市交投成旺,升幅不斷的日子。 涉及炒樓的投資,或多或少總會涉及向銀行借貸,即是要面對利息及還款壓力。 如果樓市穩步上揚,自然不會有問題。 可視,如果樓市交投低落,租務市場衰微,同時面對加息週期,租金離數回報百分比不及按揭利息上漲百分比,專投生態圈背後的資金池及資金鏈,自然會出現問題。 所以,早幾年樓市交投暢旺,大家可能見到網上炒樓兵團十分活躍。 但到了現在,樓市淡靜,炒樓兵團購買力大不如前。 樹倒狐散,最近似乎也聽不到太多有關他們的消息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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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